老冯师傅讲完了自己得知女儿小莲惨死的真相后 因为什么都做不了 于是选择了自杀陪伴女儿 我真的是没用啊 那个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好样的 就这样 我和小莲在这屋子中停留了整整两百多年 而这一陪啊 就是整整两百多年 虽然我不赞成您自杀的方式 但是您真的很感人 不过小莲她的灵魂不全不能入轮回 可以留在这里 但是您怎么可能也留在阳间倒留二百多年呢 难道没有阴差来抓您吗 说实话呀 老冯妇女的遭遇任谁听了都会动容 但是陈小狗知道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 再去感慨和追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下之急是尽快弄明白现在的问题 帮助着父女俩脱离困境 哎 怎么会没有呢 人又怎么能轻易逃脱天道呢 老冯师傅听陈小狗问起自己逃出轮回之事 不由得深深地叹了口气 看来这两百多年来 她没少在这上面遭罪 老冯说呀 她当时选择一头撞死在墙角 真的是抱了必死的决心 用力很猛 当时就脑僵迸裂死在了当场 灵魂也随之离了体 当她死后 顿时就发现 自己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小莲 自己果然马上就看到了女儿小莲的魂魄 她就飘在房梁之下 小莲 是爹呀 小莲 还回答爹呀 小莲 本以为死后夫女俩总算相见了 自己可以好好地安慰一下女儿了 可是老冯却发现 无论自己如何呼唤小莲 小莲始终没有任何反应 神情极其慕囊 小莲 你这是怎么了呀 任凭自己在下面怎么喊 但是小莲就像听不到一样 一直到午夜时分 才发现小莲的身体有了动作 似乎在唱的小曲 老冯仔细一听就听出 小莲唱的正是她小时候 自己哄她睡觉时 总会唱起的 劝而方 小莲 是爹对不起你呀 老冯听到这个 心里像是被刀子弯了一般 没想到女儿成了现在的样子 浑浑噩噩 完全没有意识的状态下 竟然还记得自己 曾唱给她的小曲 是爹没用 爹死了都帮不到你 小莲 爹求你了 你醒过来好不好 老冯怎么都想不到 小莲竟然会变成了呆滞 没有意识的魂魄 而她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急得直恨自己没用 就这样 老冯悲切地呼喊了整整三天 却怎么都唤醒不了小莲 正当老冯手足无措的时候 第三天的晚上 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别叫了 没用的 他的魂魄不全 有魂而无灵 什么都不认识的 他这样入不了轮回 地府不收 而你不一样 冯大爷 你阳寿已尽 速速跟我去地府投胎 那人长得又高又瘦 看打扮和听他的话茬 老冯明白 这是鬼差来抓自己 去阴府报到了 我连人事 快些上路 而老冯感觉到那人的话 似乎有一种魔力 他的话一出口 老冯就感觉到 自己的脑子里 瞬间一片空白 老冯只觉得 自己的脑子已经不能思考了 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那人说的上路 身体也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他当时就像一个木偶一样 呆滞地站起身来 向着门外那人走去 而那人正一动不动地 站在门口 等着他呢 可就在老冯的身体 马上就要走出房门的那一刻 正好又到了午夜时分 小连的歌声 在屋子中飘荡了起来 听到了歌声 老冯的脑子里 顿时划过一道闪电 我不能走 鬼差老爷 我不能走 我不能扔下我女儿 她不能没有我 老冯的意识一恢复 就感觉身体的感知也回来了 他忙用手撑住门框 怎么也不肯再往外走去 而这时 那鬼差的铁钩子 也亮了出来 求您了 让我陪着小连吧 她的魂魄不全 她真的很可怜呢 我不能让她自己在这里受罪 求您了 老冯说呀 当时似乎有一种力量 一直拽着她往外走 自己急忙趴在地上硬撑着 然后苦苦地哀求着那个鬼差 原来是为女儿自杀 也属可怜 男的身上可怜之人多了 你又见谁逃得过天道轮回 你为做恶事 投胎也会是个好人家的 那鬼差可能也是见老冯执念太重 加上哀求的实在可怜 掐着手指算了一下 就算出了老冯的死因 我不能一个人走 我要帮小连找齐魂魄 不然她怎么轮回呢 我求求您让我留下吧 老冯是铁了心 见到女儿现在这个样子 浑浑噩噩的 独自飘荡的人间受苦 老冯真的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扔下小连自己去轮回的 好吧 我给你一年的时间 让你完成心愿 也许是老冯的爱女之心感动了鬼差 那阴差竟然同意让老冯在人间停留一年的时间 感谢阴差大人 不用谢我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老冯见到阴差点了头 连忙给她磕头贤 可谁知 那阴差却说 这并不是她心底有多好 这屋子被人下了困魂的局 我进不去 所以我劝你也不要出来 否则 我依然会抓你的 原来 杀害小连的邪恶法师 大概也怕小连死后 魂魄被阴差抓走 竟然在这屋子中设了法阵 让阴差无法入内 一年以后 我会再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 老冯在这一年之内 算是安全了 那阴差拖着铁链子 放下话后 也就消失了 可老冯依然是一筹莫战 因为自己光想的 为小连找齐魂魄 让他重入轮回 可是应该怎么找呢 老冯完全没有头绪 就这样 一年的时间 老冯并未找到小连的魂魄 也不肯走 那阴差拖了一年又是一年 整整三年过去了 老冯依然是没有任何进展 三年已是极限 冯大爷 跟我走吧 不 虽然我进不去 不过 我依然可以抓你出来 三年后 那阴差说 已经到了阴魂在阳间逗留的时间极限 不能再等了 说着 他就将那勾魂的铁链 抡了起来 放弃执念 跟我走吧 老冯知道 这鬼差不是吓唬人的 他手中的锁魂勾 可以穿墙勾魂 被勾上 即便是再有本事的魂魄 也跑不了 我求你别让我走 我已经感觉到小连的魂魄 我全都在这里了 不帮他找吸魂魄 我哪儿也不去 眼看着那寒气森森的铁钩子 向自己飞了过来 老冯吓得腿都软了 不是他怕去地府 而是他不想离开女儿 老冯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他为人软弱 但却有爱女心切 于是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颤抖地再次哀求着 只要能让我留下来 什么条件我都愿意 哪怕让我魂飞魄散 本以为那鬼差 此时不会再同行自己了 可没想到 半天他都没感觉到 勾子勾到身上 一张眼 发现那勾子 停在了自己面前 做什么都行 你说的可是出自真心 那鬼差 似乎对这次老冯的哀求时 说出的话 十分感兴趣 又反问了一句 真心的 只要让我帮小莲找齐魂魄 让他轮回 投胎做个好人家 做什么我都愿意 不后悔吗 老冯见此时事情有所缓和 就如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马上把自己的决心 又说了一遍 人死后放下执念 一了百了 不好吗 老冯说的决绝 可那鬼差并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所有活着时 看得极重的情意 在死后 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琴棋做银柴五百年了 什么炎梁变故没见过 那阴差在地府时间久了 生死离别也看得多了 他认为 时间恐怕会让一切 看似重如泰山的东西 慢慢地变成水中漂浮的落叶 那自称琴棋的鬼差 面孔冷峻 他感慨了几句后 就转头和老冯 做起了交易 我问你 可愿意用你的转生权 换取留在阳市 完成你的心愿 什么意思啊 就是放弃你转生的权利 你不能再入轮回投胎了 说实话 老冯还真的不明白什么转生权 那鬼差秦老九 便给他解释了起来 从此 只能在人间做个孤魂野鬼 受烈日灼心 寒雨刺骨之苦 听那人讲 老冯才明白 不入轮回 只能游荡于人间 白天阳气盛 会如烈火焚烧一般 而下雨时 又会如万箭穿心 日日承受万般苦楚 如被修妖道 需阴气修炼的 旁门左道之物抓到 你也活不了 而且 成了孤魂野鬼之后 等于不再受天道的保护 如果有需要阴气的邪碎 就可以随时杀了自己 我愿意 只要能帮小莲轮回投胎 我怎么样 都不重要了 老冯还未等鬼差 秦妻说完 就答应了下来 在他认为 这些痛苦都算不上什么 都没有帮助女儿小莲 聚齐魂魄 重新轮回投胎 他还重要 因为 这是自己欠女儿的 你决定了就好 记住 不要走出这个房间 因为 血虽进不去 秦妻叹了口气 再也不多说了 只是劝了老冯一句 让他永远不要走出这间屋子 如果出来 我也会抓你 把你关进无间地狱 否则 不但会被邪碎抓去吃掉 自己身为阴差 也有责任抓他 入阴府地牢 望你好自为之 说完 秦妻拖着锁魂勾就消失了 我能感受到小莲缺失的魂魄气息 可就是找不到 两百多年来 我从未放弃 老冯因为怕来了活人 屋中阳气大盛 会伤了魂魄不全的女儿 于是 他一直在这下走房客 但是这两百多年来 他却未能帮助女儿找其魂魄 阴差秦妻 怪不得 我得说过 秦家叫阴阳不坏 阴氏阳间都是不坏 大叔 我帮你找小莲的魂魄 陈小狗终于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都摸清了 他跳下土炕 决定帮助老冯 把女儿小莲的魂魄找齐 你 真的会帮助我们 放心吧 我们可是仙家善治人 老冯听到这话当然高兴 可是 他又不敢抱太多的希望 因为这两百多年以来 他历经了无数次的失望 眼前这年轻人 真的行吗 耍回 开始吧 稍等 咱们靠边点 别耽误他们干活 陈小狗的花音刚落 老冯就发现 眨眼间 突然不知从哪个角落里 钻出了一只大老鼠 紧接着 又有许多的大老鼠 成群结队地窜了出来 在领头大老鼠的指挥下 那些老鼠开始刨起了土 因为鼠类众多 很快 房子中便被刨出了一个 一米见方的土坑 随着老鼠的动作 老冯的眼睛也瞪了起来 这 这是 找到了 小莲的残魂就在下面 原来 那一块被刨开的土层下面 竟然露出了一个 生铁做成的盖子 显然 那下面有个密室 咱们下去看看 小狗带着两人走到近前 因为下面已经被灰碳插过了 所以他也没有多看 直接一拉铁环 打开了那铁盖子 叶末大叔 你在上面守着 好 冯大叔 咱们下去吧 陈小狗安排了一下分工 便招呼着老冯师傅 就跳了下去 小狗 这下面有两个鬼奴把守着 知道了 地宫并不高 大概有两米左右 小狗刚跳下来 就听到了灰的提醒 原来 这地下的密室中 被人设了两只鬼奴把守 赤龙大哥 麻烦你了 这下面阴气重 也没有外人可以把魂放出来 陈小狗当然不怕 而且他还带着 善于战斗的赤龙 都不用他出手 几个人这时也看清楚了 这地下密室 与上面的房间 一模一样的大小 在风水上 这叫做阴阳镜 密室里 只有一张供桌 上面摆放了一只木箱子 而供桌两边 隐约的有两个鬼影 蹲在墙角中 看来 这就是那两只鬼奴了 他们看起来 没有什么意识 应该是被杀死后 特意炼化的 只做简单的守护灵之用 一见有人闯进来了 那两只鬼 眼睛顿时就红光一闪 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这种鬼奴没有意识 只知道进攻入侵着 当时双手一张 朝着三人就扑了过来 他们 他们两个我见过 就是他们 所以您看 他们也没得到好下场 赤龙一见两只鬼奴冲了上来 立马向前站了一步 而陈小狗则拉着老冯 闪到了一边 咱再说赤龙 本身善战也好战 可最近一段时间 小狗进了京城 一直没让他参与什么战斗 真的是有些憋闷了 此时 一见着傀儡鬼奴 长得五大三粗 生前也是护院的习武之人 顿时来了兴趣 身形一纵 便与他们站在了一起 可是 让赤龙有些失望的是 不知两人生前 就是虚张声势的废物 还是因为死后 被封住了灵智 发挥不出来 总之 真的是不堪一击 两个人同时攻击 赤龙也没用上三五招 两个鬼奴就被制服了 你兄弟真厉害啊 那当然了 这俩东西都不够的塞牙缝呢 老冯几乎都看傻了 眼前这年轻人带领的人 竟然都这么厉害 先别管他了 小莲应该就在这里面 难怪我只能感觉到 却找不到 小狗带着老冯 来到了供桌前 那贴满了指服的 大木箱跟前 那俄妇跑了 把供奉邪神的东西 藏在这里 是想着哪天 回来再用啊 那木箱上贴的 是昆魂符 小狗上前一用力 就把箱子盖给掀开了 这一看 还真的如小狗分析 里面放的 都是香炉白竹 人皮灯笼等 供奉邪神的应用制物 没一会儿 那人皮灯笼 就显出了小莲的残影 令人想不到的是 那几只白蜡烛 竟然也有小莲的气息 看来 那是小莲的师友所制的 鬼之院 真的是残忍 又丧心病狂啊 赤龙大哥 你那怎么样了 终于找到了 女儿的残魂 老冯是又激动又难过 哽咽地哭了起来 小狗见目的达成了 便转头看向赤龙 赤龙没回答 但是看到地上 已经魂飞魄散的鬼奴 就知道 他的战斗结束了 不过 再看他那皱起的眉头 就知道 他没过瘾 老冯小心翼翼地 把富有女儿魂魄的东西 收拾了起来 而陈小狗死时 正忙着陪着笑脸呢 那个下次 我一定找两个厉害的 跟你练手 几人返回到地宫上面 陈小狗把自己的大包打开 拿出了几样东西 趁着时辰还没过 给小莲做起了巨魂 因为小莲的几个魂魄 已经分开两百多年 着实费了不少功夫 不过好在有老冯 在一边呼唤 至亲的伤音 加上小莲心力纯洁 总算在一炷香后 合魂成功 合魂成功后 小莲终于恢复了意识 也认出了老冯 爹 爹 您怎么也死了 这是哪里呀 时隔两百多年 那一声亲切的叫声 顿时让老冯的泪水 涌了出来 孩子 你终于认得爹了 爹 您怎么哭了 期待了两百多年 守候了两百多年 这一声呼唤 虽然来迟了 但 却总算是挡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